到了夏天,天气越来越热,最近有的地球甚至是有直逼测试度,这个时候人们如果不注意饮食的卫生,以及保护好没有食用完的食物,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,甚至是诱发一些食物中毒的症状,而隔夜的食物就成了人们的焦点,但前前后后都有人证实了隔夜菜。 只要注意保存的方式方法,饭菜当中的压硝酸盐含量,都会在健康的范围之内,但如果你出现不良的反应,也多数是因为细菌滋生的原因,跟压硝酸盐没有什么关系,在隔夜的饭菜上面,人们放心之后,又开始担心隔夜的水来,都说水是生命之源。 不仅我们人类离不开水,世界万物都需要水的攻击,那已经隔夜的水,到底能不能喝呢? 有的人说隔夜的水当中,会含有很多的压硝酸盐,食用过后会出现食物中毒,虽然在安全上面,压硝酸盐本身不会有致癌的作用,并且,在人类生产的过程当中,也会加入它来更好的保存食物。 但是,如果食用含有压硝酸盐的水,对于肠胃容易受刺激的人,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压硝酸盐这种致癌的成分。 所以,隔夜的水不能再饮用了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大家之所以会担心隔夜的水喝了之后会中毒,就是因为担心其中的压硝酸盐含量。 既然是这样的话,我们就先来看一下,国家对于日常饮用水的健康压硝酸盐含量的范围是多少? 根据相关的国家规定,我国对于生活当中,饮用水的压硝酸盐含量的标准,是要在了一毫和美生。 不管是隔夜的水,还是经过反反复复烧开的水,压硝酸盐的含量始终是在健康的范围之内。 食品安全系部教授范志宏指出,致癌抑制压硝酸盐必须要在含有硝酸盐的基础上上,才有可能让压硝酸盐生成。 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饮用水、熟矿泉水,其中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等营养物质,并不会含有硝酸盐,也更不会产生压硝酸盐。 即使是我们接到的自来水,还没有经过加热的处理,其中可能会含有的压硝酸盐含量都是在国家允许的健康范围之内。 所以,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饮用隔夜的水会中毒,甚至是出现致癌的现象了,但生活中有一种关于隔夜水的隔夜茶,因为茶叶中会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,要比单纯的水会更容易,因为环境的原因,滋生一些细菌或者是有害的物质。 这种的话,就要担心了,当你发现你泡的茶水,在颜色上面已经是非常深了,不仅口味会不好,还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,处于谨慎的角度,就不要再去饮用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